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最高分31.8 那么我们看第二局能不能也有队伍能够拿到这么高的分数 是的 而且上一场比赛的话 狂跳的话确实是拿到了大量的一个击败分数 而且目前看来其实KZ 阿达 包括JTAM分差都不是特别大 他们在前期打架也是拿到了很多淘汰分 我这跳得有点散哪 那天成的话应该不是个高次元店 也不散 Wirenex和电子厂 然后MIT的话其实也不远 然后Nocturnal 然后后面是谁啊 CAS Club 后面那个队伍其实看不清啊 中间 他后面那个贴得很近的那种 应该是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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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像不知乎他有4对 那样的话KZ应该是在跟别人勾点啊 但是不知道这队伍是哪一只 知道了是狂鸟 这边已经遇到狂鸟了 是狂鸟 但看起来狂鸟这边的话好像装备一般啊 你听到这边有个篮甲 哎 怎么说过来先强压吧 其实KZ这个落地三位是很有说法的 但在这个位置啊 这边鬼机有一个正刀 但是戳远戳出去了 直接戳走了 而且这个时候的话奈何哨用线阵板退走 赶紧把自己的刀扔起来 能不能掀起火带走KZ一个人呢 YDC这个时候很残啦 回马扫 哎呦 这个庇护给的太及时了 而且跟高锁勾了一下奈何桥的僵直啊 那这样奈何桥直接倒地 但是这波的话KZ这个落地架要大赢了嘛 李希恒也是不敌啊 上一场比赛的暗恨情绪延续到了这场比赛当中 KZ这波落地架打得非常漂亮 其实刚刚YDC写的非常惨的啊 是的 这边胡桃给了一口庇护 然后一个回马扫捏了稍微有点久 是的 与此同时这边的步骤探 是阿达跟Nocturnal之间的一个较量 这边Pobe现在已经倒了 但其他队友我看一下是已经 都返回了 都已经返回了 看一下他们选择什么 叫去哪儿 策略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在想啊 这边我们半步Shot 然后碰到的是我们的LY 是的 而刚才LY是给过一个庇护手 我们来看一下半步Shot这边的一个战斗 先打出了一个金刚附魔 那这样的话半步Shot应该是要先行撤退 但是肯定LY不想让你走啊 能不能留下人呢 好像留不到啊 那这一波的话还好 B-Sky那边的话也有一个千军B 而且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利用 对方在转移的过程中 没有抱团 直接收一个 海豹这边直接缩小了 打个状态 是的 Honcho倒了 但是Honcho这边倒的话 BBS先撤退 应该是能拉吧 我感觉这个剧本我见过 上场比赛的话 也是胡桃一直在拉人 对 但只是倒一个 现在只是倒一个 完全有机会 Honcho这边如果稍微千跟线 还不好说 有点远 可能这个地方 要等 要等 他想等就LY这边走 是 但LY很懂啊 他就觉得你会拉这边的人 但是可以看到这边MIT面对的TM啊 某一个中间器过来只有半醒了 而且TM这边放了一个地气符 是的 这张符放出来的话 看一下能不能留到人 这是很关键的 现在在边缘还没有完全出去 这个位置 最后 要被烫死了 好狠的地下 对 我只能说这个地气符真的是乌有所值啊 咱们呢 Spector也是被勾到了 TM这边肯定是要赶紧去留人 Spector这边虽然说是出来了 但是自己队友的话都已经倒在里面 然后直接选择返魂了 这边就剩他自己一个人 那Spector也是被这边的音给修掉 那TM也算给自己开了个好头啊 而且TM放地气符的位置有一点预判的啊 刚搞那个位置在别人跑 而且其实边缘的地气喷发还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比较少一点啊 这边来看LDLC这边碰到电子场 电场这边的话紧追不舍 但LDLC这边状态虽然说还行 但是先选择撤退 可能觉得奥仪上面是个劣势 是的 这边 半假了 直接过来追了39 电子场这边的话是三个奥仪都在39 准备去先战金刚覆魔 感觉这个位置有点不好抓呀 是的 这个的话 可以可能说是先给电队队友帮帮场子 但是帮场子自己进不去呀39 但是有一个小细节 电子场这边的话应该也有张地下服 是的 但是现在不能使用啊 对 因为场上那边的话放完 但是放完之后如果 因为现在电子场这波是不是 有没有这种说法 就是我先开一个金刚覆魔 让你觉得我现在是个劣势 我找了一个技能 然后你追过来 我再交一张地下服 我只能说那电子场 可能真的在打气层了 是不是 大气层了 我都觉得 应该是大气层了 你想的也太多了 所以我想多了 对不起 电子场应念可能想 是我加气了 对不起 我真没这么想 对 我加气了 我加气了 那这些题目这边的话已是过来了 而且电子场那边金刚覆魔 不知道这些题目有没有发现 是交过的 在这些题目这边 在总体奥义上来说 其实赚了个七七八八 五星酒吧 刚刚那发鸟冲有点帅啊 跳起来来一发 对 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到 这片头又有张地下服啊 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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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小米好像带了V1了 带V1这边海豹的话是直接被 班布秀特这边是先击倒了 而且班布秀特把人拉起来了 不是 我是说就是他两个人拉一个 其实还比较好拉一点 但是这样的话 海豹先倒对于整个IY来说 影响比较大 看一下这边你好也一直在牵线了 但我觉得班布秀特应该可以是直接 射往IY啊 最主要拉起来的话 海豹手上是有个金刚覆魔的 这个是有些区别的 其实差不多 班布秀特因为拉起来之后 也是直接来开了 看一下能压起身 压到吗 没压到 直接变出来了 而且很细节 是直接给了个庇护手 有庇护手带这个IY是一定能交出来的 那这样的话 米天要赶紧走了 主要是班布秀特把他的技能全交了 但这个位置确实不好抓 这里就直接拐一个角 就直接都是这种枪枪交交 你可以看到那边海豹 被那个门牙给卡住了脑袋 这边回来的话 赶紧换一个白甲 这边进入道也已经交了 队友这边可能要稍微掩护一下了 但是这边的话 B-SKY好像是在自己的队友店后出了一些小的问题 B-SKY有点不敌了 L-Y这边能不能过来去保一下B-SKY呢 一个帮山盏 这边的话 准备轰手准备先拉开 在自己的队友又进去作战了 又是一个回马嫂 这边已经非常惨了 海豹去带走了 那B-B-SKY这边的话 他们是有一个获胜底牌的 也就是胡桃的一个进天地啊 所以说 班布少铁应该是可以拿下什么战斗的 是的 L-Y这边的话应该就剩一个了 而且先拉开 看一下 K-Z这边的话也是直接从松若果出来 就边上遇到人 但K-Z这边的话好像因为在先规避一下 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有大量的一个石碑 这个石碑其实可以抵挡下天海的抓取 那这样的话K-Z-Y-D-C的一个金刚锋已经结束 看一下K-Z-Club里面的奥义齐不齐吧 应该都没有 对应该是他们交过一步了 嗯 感觉是K-Z这边先交 然后没打出结果 K-Z这边反交也没打出结果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直接拼刀了 当然看一下 Fore Ellen这边好像血线已经很残了 是的 Fore Ellen这边主要是K-Z-Club 他们是没有胡桃在的 没有办法去保证Fore Ellen的一个状态 Fore Ellen这边可能要先行倒地了 怎么说 轨迹还在追 但是可以过来坐差 有一个猎空啊 在这个猎空虽然拍了出来 Fore Ellen还是倒了 包括这边有一个震刀 但TriHard这边血线也很残 而且另一边的话 Nocturnal这边也已经赶过来了 哎呦 但是Nocturnal只能说兵强马壮啊 兄弟们的装备都很好 但是胡桃为什么是个白家 留谁留谁 好像是 K-Z这边也直接被留到了 嗯 那这样的话 陈陈牙是带走了K-Z-Club的TriHard 等这个时候的Nocturnal一波进场打扫 那这一波的话 K-Z三个人都倒了呀 三个人都倒了 确实 K-Z一个人没倒溜了 K-Z一个人没倒溜了 呃 他相比之前的预选赛 我感觉好像打得更加的稳 稳稳一点了 嗯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TM是面对到了LDLC啊 这边的话是先掉了一个血阵 而且自己的状态还不错 先拉扯 那这样的话能不能激活一下这边的Sakiko 好像大家技能都已经交掉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直接要博弈了 打细节 嗯 这个时候的话就看一下我们其他赛区 队伍的一个拼刀细节了吧 我这边先来看这吧 四九六这边在追谁MIT 但怎么还有个阿达 这队伍怎么这么多呀 而且越山军没有直接残血了 哎呦 CK-Z的变身时间已经到了 那这样的话 阿达可以过来打扫一下战场 拿拿无击 阿达特别喜欢就是直接追着两个队伍打 好像 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MIT这边的话直接倒一个 但已经没有返魂了 所以说先要走 有可能要去找一下返魂服 这波大家都没熬眼 那就是一个近身的肉搏战 哎呦 刚说这个帮战胆效果不错 被先进给拆了 但是CK-Z可能有点抵挡不住了 先倒五 这是SK-Z 两个人的ID其实有点像 但这个时候 旁边已经是有了千军必义啊 三打一就算吃了个花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啊 是的 最主要的话上来 我们刚刚画面切过来的话 这边已经看到L DLC 这边已经倒一个了 就是个三打二 是 那TM这一波的话也是稳扎稳打 呃这里 还有个都有返魂 都有都有都有 哇快点按 以后结束了 OK 来得及来得及 38个存活 但马上会有可能会往上涨一下 但是他没有标记敌人啊 他复活的时候 没假 没有飞锁 没假没飞锁 没假没飞锁 问题不大 小事儿 哇电子场这边过来 然后碰到碰到阿达了 嗯阿达这边的话 大家都熬意 包括电子场这边其实也是魔旋擦掌 三排的也喜欢来换玉台吗 强者之间的互相吸引 什么意思 来我们京东年货节抢年货是吧 哈哈哈 不用着急啊 都有都有 还能免息 那现在这个时候 暗玉已经蔓延过来了 往里面走一下 哦 Gteam这边什么情况 Gteam怎么全员小白甲蓝甲 一看就是个败者组啊 嗯 但看起来的话这边好像情况还不错 天神这边的话也是直接 呃 拿到击败分了 这样的话 就剩自己一个了 腰刀鸡 嗯 Spector现在只能自己自成了呀 不啊 后面L1还追的很紧啊 L1是不是路过 感觉没有在追击的人感觉 没有听到 主要是L1他自己也是个败者组啊 因为他们是被打出来的 他们是被班布哨腾给打出来的 嗯 买些飞锁 买些飞锁 三组 没问题 嗯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单派环节 所以说飞锁这东西真不能少 是的 他这个勾锁是不是有点短 那可能带了其他的东西 对 外界界这边还是一个白长剑 嗯 周这边也是个白甲 应该是最开始跟阿达那边遭遇了一波 对 没办法 问题不大 这还是有一些发育空间的 并不着急啊 主要是有宁红叶 一波团打完就飞了 对 他只要就是能找到一波机会 做一个二次进场 所有人都没奥逸的情况下 其实是有机会的 是暴打这边往前走又会遇到阿达呀 遇上了遇上了 遇上了 遇上了又要打架了 WILNEX也来了 不是冤家不拒头 YJJ先做一个先头兵去侦查 但是VILNEX也在附近啊 这个时候一旦动手 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看到了第一时间先报 有人撤 封禁扯户 他们 阿达这边有 有一个被追击啊 而且应该是WILNEX这边有一个追击 对 其实VILNEX在这边的话也一直在追啊 VILNEX现在三个人都有ALL E 是的 这个时候就好看了呀 如果WILNEX跟阿达打起来 那暴打是不是就可以切入了 是的 暴打那个位置的话 你看其实也没走远 他应该也是意识到WILNEX这边 但WILNEX怎么反手走了呀 WILNEX是不是看到了 或者是听到一个 先看这一波吧 鬼姬是直接交了千军兵 BBS这边的话也交了一个雪阵 那现在的话 晨晨压是有一个雪阵座都抵的 是的 但这一波的话 KD能不能战胜 斑步Shot呢 感觉斑步Shot的话 其实连战连结啊现在 而且鬼姬目前雪阵也很残 给了一口庇护 但是好像没什么意义啊 我觉得晨晨压这个雪阵该交了 再不交的话 他可能想两个人变回来 用雪阵去打了一个阵地战 但是看起来的话 晨晨压力他们有点远呀 这波YDC和我们鬼姬走的方向 你看晨晨压过来了 直接被抓过来 但时间结束了 YDC也没拍出来 而且晨晨压力赶紧要过来救驾了 这个时候的雪阵一定要交 不交的话可能KZ要如临大敌 交得出来吗 交不出来呀 KZ这边的话一个前进路线 是被分割开 导致晨压定下期间 帮不了自己的队友 鬼姬可能也要命运当场了 是的 BBS 这波 拿了三个淘汰分啊 这样的话YDC应该也走无调啊 我当时以为晨晨压 可能跟KZ两个人贴得很近 但没有想到三个人是脱节了 主要是过来的时候被龙王破了 实在是交不出来 这也没办法 他自己也没想到 是的 Tobi这边的话晨晨压力已经交了 但看起来的话 四流这边应该是个败者组 装备是不是特别好 边上阶梯我们看到金刚封门结束之后 直接上来了 别离这边手上是有个 虽然这个是连无名可以待会交啊 嗯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怎么说 文龙先交了一个千军毕业的神将 去帮帮忙看一下 CX这边是面对到了激活 应该是走不掉的 是的 他这边真不着急救 三打一交什么交 刚刚KZ那一波的话 最主要就是 两个双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往晨晨压那个方向走 感觉是被阻断了 走不过去这种感觉 但是晨晨压 其实我觉得 还是如果能跟自己的两个队友 走得靠近一点 他们这个选择交出来 我觉得KZ完全是有反打的空间的 那肯定嘛 但现在没有交出来 只能说非常可惜 然后CX这边的话 也是奥义在的情况下 这边直接倒地了 所以说有点难受 这边要找机会拉吗 晒到这边不太好拉呀 我们看左边的淘汰分数 目前阿达拿到了八个淘汰分 TM拿到了六个 黄鸟是两个 电子场是六个 斑步烧的七个 对的 这LY和KZ也是惨刀赌手啊 如果进入决赛圈就是大分局 是的 晒到这边的话又跟他走不掉了 这边已经跑到了几乎五位房 这样的话 这边的话是直接上去激活事业的 虽然有个雪阵啊 但是一人一炸 就给雪阵打了出来 对 雪阵怎么说呢 就是这点没办法 你去个旋风展过来 脸胶激疗也活不了啊 一个人 一个人 怎么都没用 给你两个雪阵也没用 这个团队游戏啊 你把这个雪阵能跟着你走 好像也没什么用 团队游戏 团队游戏 那这个雪阵能跟着你走 确实有点夸张 后面这边也现在有点难受了 这边竞争刀也交了 但是还有可能还是走不掉啊 结果还是同样都没打到 你可以看到这一组里面分工明确 有A人的有镇刀的 那四球了这边的话也是被淘汰了 非常可惜 Wirenex在边上看看 电子场也在 然后这一组也在 这边的话最少三度鼎立 而且我觉得这一组他打 打队伍也是非常明确的想法 就是某一个选手开一个奥一 然后我们吃对面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相对来说整个运营 有一个运营逻辑在里面 是的 智能释放的顺序也是非常合理的 对而且沟通应该都是蛮厉害的 看一下电子有效沟通 黄鸟跟LY对这个炮胎是很有想法的 黄鸟明显要冲你这个炮胎 对而且LY这个时候直接巴起 你好被打下来了 我觉得队友赶紧过来绑一下 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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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保镖直接跟在背后了 但是上面就要一组了 黄鸟说这一波怎么说 上面还是对面人组 对但是这一波的话 屁股手已经交了 找到人了 这一波你要交易了吧 你好这边的话 其实不服啊 但是怎么说呢 被这边的奈何桥快刀直接带走啊 这个奥一交出来 其实有一战的资本啊 是的 这一波的话奥一也没有交出来 海豹现在也是个残血 但是他奥一不敢交 交了感觉有可能也不太好走 先拉开 哎呦那这样的话海豹啊 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 海豹也是被迫交了金刚浮沫 但是狂鸟已经在战力上领先了太多啊 你好刚刚可能也没感觉出来 但是奈何桥会出直接三段啊 有可能 他那个攻击范围有点高 结果直接把你好带走了啊 哎 B-SKY在哪啊 B-SKY在 好了吧 有可能应该直接走了吧 对 走了之后还有机会 如果你不走都断送在这的话 那这把真的没有 我觉得RMY这边的一个处理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边海豹是肯定走不掉的 回马扫 对面直接破甲了 应该也没有什么繁寒的原因 这是现真硬叮你龙王破 没毛病 哎 来了 完了 完了 那这样的话 完了完了 不知牢牢直接给奈何桥 我只能说J Team这边是真下选本啊 两个奥义直接交 给你大礼 只能说给大礼 这这些 Team 是真下选本啊 只带走个奈何桥 那这样的话 肯定是要守着这个混种 但是暴打来了 我让Next 刀马这边的话 应该也是个暴打 刚刚是有一波交战的 嗯 但是BAMBESHOT也在附近啊 而且BAMBESHOT 周 周刚刚变小呀 是被刀马一个横电器直接收掉 但是可以看到报告这边的电子厂 BAMBESHOT都在附近 很有可能会加入这个战局啊 电子厂一定是会来这边看一下的 因为这边毕竟还有个聚分客 看看电子厂这边的话 应该已经发现这里附近有战斗 但呃 队伍有点多感觉只能试探 是的 电子厂那边的话其实位置先站住 暴打这边周哥是到了 没有机会说去拿一个斧类 Y姐姐应该再说 你掩护一下 帮我吸引一下 我去 YD狗狗碎碎 缩在这个房子下面 不能猫猫碎碎吗 对 差不多差不多了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意思了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暴打现在这个残边 电子厂跟那边的话 Wellness一旦交战BAMBESHOT 是肯定会过来的 但是BAMBESHOT他是选择了绕远啊 他想避开别人的视线 再进到暗间距离去 哎 偷到了 偷到了 直接进反 对 是 我只能说确实 胆子很大 我只能说这个狗狗碎碎 真的有价值 然后 会不会 回不回自己魂总那边 把装备拿下来 不敢 不敢 好像还走了 敢打敢拼 我感觉进反就已经 其实 敢打敢拼 麦G 爱拼才会赢啊 黄鸟这边的话 奈克乔现在先到下面 就起来了 当个诱饵了 但是 人家知道你一局的吗 哎呦 其实虽然 上不去 但是听到这个工程统巡逻的声音 大概能判断啊 其实 可以相安无事 看黄鸟怎么想的 黄鸟已经两个人下去了 那我感觉巡逻肯定要看到的 但是 这边的话 海豹这边还是倒的呀 那就没办法了 而且 这边也就暗于边上 其实 Wild Next在这边也不是影响 嗯 那这样的话就一个B-Sky了 B-Sky B-Sky 他干啊 这张这个里面没有反问弗力啊 被拿走了 被帮打拿走了 就打 大概刚才一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 被拿走了 但他不知道呀 他也很难受 嗯 现在B-Sky的话是举步危险啊 每次每次行动之前要下一个很 下一个判断 他边上看到 LYB-Sky 这边一个独狼暴打满边 然后Red Hawk 我觉得上面好像还有一支队伍 嗯 其实这一把好像打得都比较快一点 节奏 嗯 这场比赛的话可以看到 其实 确实节奏比较快 而且可以看到其他赛区的队伍 交战也比较多 包括跟我们中国大陆赛区队伍的交手 也是互有来往的 嗯 这个时候暴打又跟 阿达这边相遇了 电子场 电子场这边的话是面对到J-Team 因为J-Team 刚才是拿了一个奈何桥的几百分数啊 所以是交了两个奥义 短时间内 他们只会跟电子场做一个小小的援手试探 但是目前奥义已经好了 J-Team 别离他的奥义已经快好了 然后文龙酒吧也是有的 文龙也是有的 五星酒吧 还差一点点 哎呦 但这波的话其实为了给这边文龙拿假 怎么说还没有风之牢牢 如果有风之牢牢可以掩护一下自己 不是这个假 文龙拿了人 为什么是我别离吃的伤害 但是这波别离的操作真的挺大胆的 这也太大胆了 太大胆了 差点把人交代在那儿 这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为什么吃伤害的是我 哎呦好准 直接一秒秒写了 这个时候三九肯定会开的吧 三九说 兄弟们我先率先冲锋了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自然地气的出现 还是还是不敢 被意念喊回去了 还是不敢 还是不敢 意念说 对面你容易 嗯 虽然说 我看一下 应该是带的应该是个全球比育固震吧 嗯 但是你现在开的话 其实周围密度有点高的 我觉得很容易被拳 我只我只能说 这一波还是给到了别离一些尊重 怎么说哎 最多的大 哎 下面有LDLC要不知道吗 没看见吗 听不见 讲道理肯定是LDLC这边先来 来的比较早 对 然后阿达这个时候再过来 但他们这个装备实在有点 败者组啊 三哥白甲没办法呀 其实这两支剑差的有点 虽然说现在是败者组 但以后来到九泰山也尚未可知 应应的 而且这个时候对于黎来说 他要找机会踢到一年才能开这个世界 不是他这一波的话 直接把时间拖下来就完了呀 他就等待这个时间结束就行了 嗯 但是这边的话三九是收到一个列地盏 过来两边做一个博弈 三九这边一招一个金刚附魔 那这一波这一题目做的还不错 主要是把电子上两元大将的奥义全都逼得出来 哇 那这一波的话 哎 这一题目全都走了 还是求稳了 点到为止 还是求稳了 对方没有技能 是 那这样的话电子上跟JT们的这波磨砂 不走 又回去了 我来抓你的 这个是双重保险 等你金刚附魔都结束 不死不休了 感觉 太稳健了 但是工程组上我这里有黄鸟带 是的 黄鸟有黄鸟 但这个位置的话工程组其实不太好打 现在打不到 你震了交了两把枪 那这样的话JT们这边 这个世界无名交不交啊 交的话是本的 好像不想交 他这边直接分车捞龙之后就不想交了 是通过这边封压拿到了一个击败分数啊 这是JT们这边 哎 胡桃兵进全力 把抓被抓了 后臂 没开出来 这边配合队友补上伤害了 这一波的话 现在暗语已经开始慢慢蔓延了 拉人应该不太好拉了呀 是 而且这边倒的是个把抓 老克森奴这边的话 虽然是交了一个金刚附魔 但是这边卖的状态不太好啊 怎么说 能不能去保护一下自己的胡桃呢 好 带着治疗有可能要交奥义吗 看看 这里有可能要交了 这个这个治疗不交吗 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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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只能交 但是队友这边要报答 兄弟回去帮我勾一下 哎呦 这边龐皮是知道你交了奥义的 所以说TM这边要不要再追 那他是报答歪姐姐吃脸无名开始了 而且报答什么时候是一死一惊了 一个剑气使机带走了蜜素克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感觉报答有机会拿上 那这里虽然说交了个惊天地 但是队友已经倒了 那怎么办 而且不过可以拉 这个位置还都 我感觉是可以拉的 嗯 而且这边拉起来蜜素克 是有一个千军必要的 对拉起来之后 如果能把这个奥义开出来 还是有机会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的话 肯定是会压你起 而且这边LDLC的话 也是被别人压起人类啊 这下面是谁啊 帮不秀特吗 帮不秀特 帮不秀特 但是主要是LDLC装备太差了 三个白甲 嗯 他们也是想在决赛圈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鸟枪换炮啊 但是一旦被发现 三个白甲 真的是没有什么抵抗的手段 是的 目前看到我们阿达拿到八个淘汰分 BBS拿到了八个 BBS 他其实上一把 是没有拿到分数的 这一把真是大分局 哎呦 暴打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风招龙先交 帮助自己站稳点啊 那这样的话 暴打装备比较肥 而且阿达1497 熬了一个金刚护魔 也是准备猜一下 我看看能不能抓到侧翼的人 如果抓到的话 一定是可以完成集火的 嗯 这个金刚护魔感觉是 感觉是开取钓鱼模式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我在这里 反正我也没架打 我不如开个金刚护魔 然后我能把别人捞过来 如果我捞到一个 就能拿到巨大分 哎呦 捞过来了 但是你出过 哎呀 来不及了 他刚刚时间确实控制 控制好啊 这没办法 这个变回了 今天放你嘛 放声 放学别走 放声直接放回盒 我回来了 我刚刚去去旅游了 我三球被抓住了 三球被抓了 三球被抓了 但是这个人头的话 还是被泡米拿下了 包括这边的话 是带走了 Red Hawk的米苏克 米苏克应该是刚被拉起来 又被击倒了 对这边直接被压起身了 那个位置真的有可能 拉是能拉 但是我觉得真的不太好走 是 如果的话 这个轻轻壁不一定好开出来 阿达这边小明的话 已经是交了一个自己的惊天地 而是这个时候阿达这边 要保下自己的阵型了 阿达这边楼上是被冲了吗 怎么从最上面下来 应该是被冲了 而且刚才小明的奥义也已经交过了 而且他只有半血了当时 但是不知道是谁冲的 这暴打这边的话 装备确实彩虹甲 但是 肯定要拉 这个最主要他手上有个奥义 看一下这波拉起来 能不能开出来 米苏克里还庇护招啊 兄弟直接给庇护 感觉都没人打他 所以说这个庇护招 哎呀这边独模糊犯了 假呢 他是假呢 假有可能不再拉 可能被扒走了 三球这边被击火了 三球要走不掉了吗 这胡桃倒了真拉不了了 对呦这边暴打的话 实在穷追不舍啊 看一下怎么说 I吃两个高达都是有变身在的 要不要去给护头解根 还有解呢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开变身 其实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这个地形太复杂了 对呦但是这边的话 瑞桑口是直接被黏住 瑞桑口先倒 而且是一个困难就在第一脚 半月批效果不错 直接批到两个 大打里面两个人都破甲了 但上面人太多了 这一波看一下 YJ准备什么时候 交自己一个吃链无名 其实是有机会的 跑笔又在这个房顶上面 开出了一个自己的金刚铺魔 但是特意的金色的伊沃峰 打的跑笔说是谁 而且这边的话有个分子牢笼 抓不到 而且暗玉也是过来了 哎 刚说完是抓了一个Sachiko Sachiko这边被抓到了 但是 主要装备太差 装备真的太差了 没办法没办法 那这样的话下面还有人 Cast Club 我有那个金刚铺魔 刚结束 Cast Club就过来了 看一下 其实这队友的话 有个天群避意的 这边稍微拆一下火 好像应该还是能走的 而且最主要他们离这个安全区 也并不特别远 暴打这一波的话 现在肯定要找树了 这个树上遇到 还有个财毒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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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 红天然这样的自恋无名 效果不错 这边是Cast Club的几个哥们 他们是有All E的 149也在这儿吧 哎呦 外姐姐说 刚才是你抓我吧 放轩别走 乖乖 还有意外收获吗 那看看这边的话 就剩一个ForAlan ForAlan 这边都还没秀名 怎么说感觉阿达是被两面包扎了 小明倒了 现在只剩一个弱猪在苦苦之中 但是包Alan感觉也活不了太久 自己是一个强路的猪 弱猪被抓了 抓了 又是包打的招 感觉包打这场比赛 是把阿达拿捏了呀兄弟们 这边刀马也直接被带走了 这一波的话 边上其实还有一个 紫余这边是被抓到了 看一下这边是谁开了一个 这边是RedHawk的 这边我还来空接PASS 但是YD又了 又来了 四连五米但是被抓了 对 没问你啊 对 听说就是你 当场逮捕 听说是你让我们放车别走的 当场逮捕 当场逮捕 YD这边的话能不能回到队友的怀抱呢 狂哥这边也看见自己的金刚 这个位置不错 包在这边 RYD已经被抓到了手里 激活效率怎么说 RYD还没有死 思绪感觉可能走不掉 但是被奈何桥收掉了 是的 周哥这边已经倒了 奈何桥是完成了 对周以及RYD的一个斩杀 现在这些team里面要进场吗 文龙是被抓了 双抓了 抓了 直接带走嘛 直接摔死一个 感觉文龙又空摘了 文龙没了 文龙没了 哎呦 CATCLUB的FORALEN也是燃进了 最后自己的火种啊 是拿到了一些记牌分数 但还是被狂角拿下了 而且狂角现在待的位置非常好 没有人去干扰他们 也不敢来 也不敢来 这波狂角的话感觉有点什么呢 有点这个 PORSIA一把的味道了 这个 YD现在利用一些自然的 他那个不是银枣 你知道吗 他因为 不是 他觉得别人应该看不见他 但是很无情 有一个火爆直接 打破了他的想法 是 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 现在这些team朋友 还是剩一个别离啊 这个剧本见过 每一把都是这样 对 但是 哎呦 还有两个 而且这就不是一个对的 一个爆打一个TM的 我只能说别离很稀啊 但是班布少头好像是个满编 但是狂角刚才是交了一些OE的 现在只有奈何桥有个千军必义 包括这队友这边的OE 还在赚 那这样比赛的话 看一下班布少头 能不能狂咬这一绝雌啊 班布少头这一波 这一场的话 已经拿到非常多的一个击败分了 如果他们的排名 能够拿到最后的天选 其实这一场 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数 但是有变数 这个变数就是这一team的别离 这个别离很有可能 甚至YDT也有可能 因为这是两个尼环 我觉得没可能了 刚说完 紫鱼是被破天局出了 龙拜拜 紫鱼这个摸招的出来吗 给了一口笔 但是安宇没有把这边的一个紫鱼给侵蚀掉 现在紫鱼站得很稳 而且李星和奈何小手里都有OE 再抓 抓到了BBS的黄车 双抓了 哎呦 黄车倒了 包括这边Squakey也倒了 那现在的话狂的站得很稳啊 别离什么时候英雄登场呢 搅乱整个战局的杀手别离在哪呢 看起来的话 有可能没有 就是晕到了 但是有可能也没有伤害了 还没这边的话 虽然是抓了一个 双抓了 这边奈何小一死血 是的 这边的话是抓到了BBS的Snake 但这个时候别离来了 别离的OE还有 别离 他在等机会 他在等机会 他现在先B站 那边的话一个间鞭B也开的 那边又是个松招吧 但是我觉得他在等间鞭B结束 紫鱼的手里可以倒了 这一team来了 别离 怎么说大仗是三尺剑 另不是职工 但是这一波的话 好像没有遇到太多的人 别离这个时候有点难受啊 要糟重了吗 赶紧拉扯一下 别离这边能不能吃到一些花 紫鱼的魂种还在附近 赶紧实话 过去做一下骚扰 那应该是个二打一打一 是的 现在的话 狂角这边的话想李克星 把自己飞又给拉起来 他虽然说被吃了 昆仑爵队友直接过来 光阳某拆虎 手上还是有个进天地的 这一波狂角依然有 非常大的机会啊 是的 那个独狼应该是 TM的阿卡米 阿卡米这边的话 173%感觉 阿卡米也有机会 这个时候过来直接压力 奈何小现在已经是个破甲状状态 如果再是一点状态 感觉奈何小可能要倒 但是李星狠雪震直接交了 是的 不过虽然说 有昆仑爵提到两个 不过问题不大 现在的话看看 别人已经早了 就是阿卡米了 阿卡米前面的话 一打三 在对方的今天地里面 今天结束了 有龙虎乱舞 金刚风火虽然好了 但是狂鸟三个人的攻势 实在太猛烈了 那么恭喜狂鸟 恭喜狂鸟拿到了 本局的天选之人 也是气氛最高的队伍 应该没问题 相对来说的话 整个位置 然后包括团战 然后就集火拆火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 很多细节 朋友这边做的都是非常 王蔡一波这把 MVP应该是紫鱼 是的 紫鱼 好几波双抓 双抓 那几波太关键了 而且包括其实 在最后决赛群的时候 紫鱼雪芸也非常低的时候 李星狠给了一口庇护 奶起来了 对 然后又看见